孩子们都到齐了 你好 欢迎欢迎,我的小小朋友们 诺诺,你怎么了 他肚子不舒服,他好像生病了 哎呀,这可不太妙 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很重要的 或许你需要一些益生菌 益生菌其实是存在我们身体里面的一种小细菌 但是大家不必担心 它不仅不会让我们生病 反而能帮助消化 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益生菌的品种也很多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就存在着四百多种呢 而其中被称为LGG熟理糖乳感菌的益生菌 因为对身体非常有益 世界上有许多科学家都在研究它呢 如果将它排成一排 可以绕地球两圈以上 呃,这么多呀 是的,我们的身体需要很多的益生菌 它们能帮助我们预防疾病 益生菌不仅能促进肠道健康 还能帮助身体吸收营养 我们可以通过吃一些含有天然益生菌的食物 来帮助它们在我们体内增长 尤其是含有LGG益生菌的食物 所以益生菌存在于一些食物中 它们能让我们更健康 正确 健康有营养的零食 会帮助你的小肚子更健康 那什么食物有益 呃,益生,呃,就是对肚子好的卫生物呢 益生菌 嗯,我想想 我们有饼干、巧克力和优烙乳 孩子们,你们觉得呢 优烙乳吗 答对了 优烙乳中不仅含有益生菌 还富含了多种优质充足的营养成分 比如钙和蛋白质 但大部分人只知道乳制品很 很好吃 你的肚子现在还难受吗,诺诺 我觉得益生菌在肚子里工作了 真是太棒了,孩子们 这是我见过的超可爱的益生菌了